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也谈到这个事情 这样我们来看一看新闻是这样有些报道 赵少康重回国民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资深媒体人赵少康申请恢复国民党党籍 据指出这是国民党主席江启臣提出国民党发展大战略生存复兴壮大其中一环 江启臣除了邀请赵少康回国民党 另一透过管道与鸿海集团董事长郭泰明接触 甚至谈到了非党籍的泛南地方明代与南部范绿人士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这套战略的最高原则相关做法将也告知前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高兴前市长韩国瑜据指出将团队逆定生存复兴壮大三阶段发展大战略 把去年初总统立委双败国民党陷入底股 将定为努力为党求生存阶段 今年则以公投罢免莱猪代表以及党主席选举为主轴的复兴阶段 明年则是2022年县市长九合一选举为主轴的壮大阶段 将去年12月启动这套大战略 除希望找回离开国民党的人士 也着手规划新人士布局 包括逆江秘书长李乾隆升任副主席 游智库副董事长连任秘书长 令曾聘立委林维州担任副秘书长 尽管新的人士布局在江连面谈过一次 连胜文给予礼貌为当面拒绝 后来消息曝光连认为新人士其中某人无法共识 立即向媒体表明没有接任秘书长的计划 并致电江拒绝 但江想找回一切可以合作的力量 在低调进行下也获得成效 赵少康既是第一人 据指出赵少康过去曾帮郭台铭献策总统初选 又以朱立伦关系良好 与江无密切互动 但江很尊重赵对政治大事的意见 赵也认同江带领国民党抗衡执政党的做法 将透过管道探寻赵不排除回国民党后 两人当面讨论达成共事 将既指定核心幕僚单线作业 虽然昨天赵少康公开谈到韩国瑜去年9月 劝他参选国民党主席之事 令江团队感到意外 但也认为不影响大战略 至于与郭台铭接下 目前郭振营虽无回应 但知情人士指出至少没有负面回应 且江并不认为郭或其他泛滥地方民代 南部绿营人士都得到回应或加入国民党 只要保持友好关系就能壮大国民党 江也告诉过朱涵及表达尊重 也显示为国民党的壮大所为 不是为了私心 一位参与此事的人士指出 2020总统党内初选 韩国朱之争重创国民党 至今伤害难以弥合 能否修补2020总统初选的伤害 是国民党能否壮大的关键 而当时的纷争都与江无关 江出面修补却是最佳人选 他也建议江今年若连任主席 不要想选2024总统 不但时机未到 且恐再伤害党内团结 江完全认同这种分析 该人士指出 连胜文虽拒绝新人士 但只能说不成局而非破局 从江要找连胜文何路罢灭王号影片 一通电话连就抛下原定重要的商务行程 赶到中央党部拍片 可见江连已有共识 若要争党主席也要保持友好关系 要保持友好 两人也不排除继续 去年初党主席复选之后 在今年的党主席选举再次合作 下面也有一些视频 也有赵少康他本人的一些讲话 我们看一看他是怎么说的 所以我是觉得说 这是为什么蓝营是要整合的 这时候不是分散 力量不是分散 因为你面对跟以前是不同的 跟以前的国民党是不一样的 那当然了 我也讲过 如果有别人有能力 最好别人去做 我干嘛去做这事情 对不对 我主持节目啊 什么很好啊 损失有多大你知道吗 如果你真的是宣布 最好参选党主席就得放弃了 就党主席就放弃了 参选就要放弃 不是党选 不是党选的 参选 参选就要全部 你否则一面这边参选 你一面要组织你算什么 就是说基本上 基本上 其实放弃是很多 很大的 所以别人如果说都做得很好 不需要我 多好 干嘛需要我呢 那今天 TBS做了一段背景的 包括我早上的记者 我们听听看 没有人比我更适合 整个蓝军 最适合当什么呢 那就是国民党党主席 他认为只有我能够救国民党 这是韩国瑜讲法 他认为只有我能救国民党 所以他希望我能够出来 国民党党主席不好当 何必躺昏水 教授康点出 都是因为这些原因 怎么可以让义和团横行 报道到这样的地步呢 但是国民党的表现 也令人失望 所以我真的认为 国民党需要一个 有力的领袖 伊斯林我哪怕你们呢 对不对 你不要说什么 十万二十万 一百万两百万我也不怕 因为我后面还有另外 三百万四百万五百万 支持我的声音啊 来呀 伊斯林来呀 我就不懂为什么 大家怕成这样呢 蓝营没能力回击 外敌攻击 干脆自己跳进去 增强战力 但周授康虽然重回国民党 目前资格 不能选党主席 只要你是党员 只要你做过中央委员 跟中评委 你就可以选党主席 韩国日报赵绍康 找江启臣谈 周杰还没给答案 但国民党强调 赵绍康没资格 因为要满一年才能选 我觉得只要能为台湾做事 为蓝军做事 这个位置真的可以的话 我不排斥任何的位置 国民党气势低落 赵绍康跳出来说要选 不管最后或实际上 有没有要选到底 至少达到拉高蓝营声量的最好效果 下面是一些赵绍康的一些基本的情况 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赵绍康1950年5月6日出生 是中华民国政治人物及媒体工作者 生于台湾省吉隆市 机关河南 现在是河北 曾任两届台北市议员 行政院环境保护署署署长 三届立法委员等公职 1992年辞官 贿赂竞选立委时 创下了超高得票记录 在台湾政坛有政治金铜的称号 1993年发起创建新党 为新党首任领袖 1994年担任立委期间代表新党 参选台北市市长 1994年 败于民主进步党级的陈水扁 习任立委后 逐步退出政界 投入媒体界 曾任飞碟电台董事长 现为中国广播公司董事长 兼总经理 并在中广流行网TVBS YahooTV主持争论节目 其中以邵康战情史为最为致命 好 赵绍康的事情 确实今天是头条新闻 整个看了很多的台湾的新闻 都有谈到他 准备冲回国民党 通过视频也好 文字也好 一些介绍的 我们大概能够看出来 就是国民党现在希望能够 召回过去属于国民党的人 比较有影响力的人物 其中赵绍康就是其中之一 但是从江启臣 把这些人召回这个动作来讲 好像没有看出来 江启臣想让这些人来选党主席 但是赵绍康在他的讲话里边 很明确就是 他如果回国民党的话 应该就是党主席那个位置 只有他最合适 而江启臣表示 没想到 大概我们能看到这样 江启臣只是想扩大一下 大家过去蓝莹已经被打散了 已经有分歧了 现在这样的一盘散沙 你面对民进党这样一个恶政府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 所以他有这么一个计划 看来这个计划呢 就是把这些有影响力的人 逐渐的把他捏回来 江可能很想是捏到他身边 但是我认为 赵绍康如果决定回去的话 从资历 从辈分上 从他的能力 远远的赵绍康是高于现在的江启臣的 赵绍康除非让他当党主席 如果不当党主席的话 其他的位置对赵绍康一律没有吸引力 因此我想这个事情呢 有可能往前推进 那能不能往前推进呢 就是看国民党内部了 也就是看现在这个江 江把这些人召回来是干什么 把这些人 特别是把这些老人召回到国民党 是为了烘托你江启臣的话 这个是死路一条不可能的事情 在政治人物这个事情 你如果是一个庸才 你让一个能人给你做垫脚石 你站在一个能人的肩膀上 想上去 这种可能性没有 庸才你只能找一帮庸才 你要想自己拔高自己 想靠别人的力量来拔高自己 如果你是庸才的话 你很难做到 因此像赵绍康这样的人呢 属于有能力的人 有本事的人 他不会给任何人做垫脚石的 他如果回到国民党 一定是当主席 而且呢 整个现在国民党 完全的不像一个反对党 就像一个附庸 在江启臣的领导下 国民党现在就是一个孙子辈的政党 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 所以要想让国民党能够有点起色 或者说要想让台湾能够有一个真正的反对党 江启臣必须让位 赵绍康有可能 我只是说有可能 至少我认为 他的影响力 他的能力 他的智商够 他的资历也够 所以如果赵绍康能够走出这一步 不容易 因为赵绍康50年出生的 也70岁了 但是呢 最后能够尽一把力 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我看他说的也很清楚 我们也看的很清楚 现在台湾已经沦落到这种地步了 就是曾经国民党也不怎么样 大家有很多人的希望民进党的那个理念 按照民进党党纲的那个理念 什么亲民爱乡土啊 推翻国民党 希望能够民进党的把这个台湾能够带出去 带的更好一些 更民主一些 不要那么专制 结果没想到啊 蔡厄厄上台之后 现在哪里是民进党啊 现在干的比国民党还要国民党 所以很多人呢 已经看不到希望了 彻底失望了 既然这样的话 既然蔡厄厄是这么一个法西斯政党 一个独裁政党的话 算了 还不如当时的国民党呢 所以呢 一些人呢 就又转回来了 看来国民党不怎么样 民进党更坏 我们要一个更坏的民进党 还不如找回原来的国民党呢 也许国民党还能再好一点的 至少我们现在看来 在马英九时代的国民党的台湾 远远的好于现在在蔡厄厄手下的 民进党的台湾 现在一点言论自由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在马英九年代 还有一点 还能说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认为呢 赵少康这个也是看不下去了 最后再不踹一脚 民进党已经把台湾弄得是完蛋了 已经一塌糊涂了 社会道德 伦理道德彻底败坏 贾博士横行天下 选举舞弊横行天下 还不许说 说了就做你 这样一种社会 如果再让蔡厄厄这么干下去的话 台湾这个社会彻底的就被民众被民意 被国际社会所看扁了 不再看得起你了 你这样的一种独裁 这样的一种造假 这样一种欺骗 这样的一个人坐在那儿 还没有人能反对他 还没有反对党 这个是台湾挺大的一个悲哀 所以台湾现在要不要把蔡厄厄这个独裁专制的统治给弄下来 换上原来国民党还有一点民主味道的这样的社会 这个我们要求都不高 能够有一点就行 能够让彭文正老师回到电视台去说话就行 现在的话中天被关 文正被打 所以有一切一切动不动就查水表 一说来猪就查水表 这种现象很多的老的台湾人他们看不惯 他们接受不了 开倒车 蔡哥哥把台湾社会彻底开倒车倒回去了 而且倒的还不如国民党呢 既然不如国民党的话 那就让国民党再回来再坐坐吧 可是现在呢 难度挺大的 如果没有一个铁腕式人物 这个很怕掰不回来了 另外讨论的时候 大家也讨论了 台湾靠谁啊 台湾难道要靠美国吗 你看少康战情史这个节目里边 大家已经谈得很清楚了 他们不会帮你去打仗的 你拿钱我给你堆钢铁 怎么用这堆钢铁你自个看着办 所有的国家都不会为了另外一个国家 去牺牲自己的利益 这个很明确 不要相信那些这个那个的 自己的路 自己走 你的人生 你做主 就是这么简单 这个是一部连细剧的一个名字 你的人生让别人做主 你就永远是那个孙子 所以呢 要想活出一点尊严 你的人生你做主 所以赵少康能够站出来 我也觉得应该是一个好事 对国民党是一个好事 对台湾也是一个好事 但是赵少康在国民党内部 能不能拿到国民党党主席这个位置 这个很关键 国民党现在说是嘴里要大团结 蔡鹅鹅也喊大团结呢 嘴里喊的大团结 真正到底下能不能捏到一起去 每个人的小算盘是不是又开始打了 这个很重要 就像文章里说的 江海邀请林盛文回来 林盛文说跟某某人合不来 他不说某某人 他就不来了 你看看这种政治人物 说跟某某人合不来 这种属于心胸极为狭隘的一种人物 政治人物呢 是必须的能够容纳百川的 既然你要从事政治 既然你的目标是蔡鹅鹅民进党 你怎么可以公开的说 国民党的某某人 我跟他合不来 我跟他意见不同意 我不干 我不能跟他同一个办公室 做到一起 小肚极肠 小心眼 这就是典型的小心眼 这种人要做了官 比蔡鹅鹅差不了多少 跟蔡鹅鹅没两样 一模一样 小肚极肠 做政治的必须是心胸极为宽阔 必须是高瞻远瞩 必须是粗线条的 而不能是那种细线条的 细线条的 你就做一个秘书还可以 像马英九就属于秘书型的 连圣文这样的最多连秘书都不配 如果跟某个人合不来 就不怎么怎么样的话 连秘书都不配 所以国民党要把连圣文拉进来 恐怕就是一个独流 内部斗争就因为连圣文进来就开始了 国民党有没有一个人心胸大一点的 博大一点的 能够容纳百川的 能够高瞻远瞩的 看得远一点的 目标就一个民进党 那个才是你合不来的人 所有的国民党没有合不来的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文章里边 我也看出来 第一 江启臣呢 他想把一些人招回来 但是招回来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没看出来 要看 要看他自己下面怎么做 至少在江启臣 在找这些人当中 又找郭台铭啊 又找赵少康啊 又找什么这个那个的 都回来 难道让他们一起来选党主席吗 我没看出来 如果江启臣是想把这些人找回来 把他烘托起来 让他这个党主席当的更有味道 死路一条 赵少康绝对不应该去 赵少康还是回到中广 继续做那个少康战情史吧 如果江启臣有那样的一种心胸 你先让位 你还年轻 你还差了点 各方面的心胸不够 什么都不够 资历也不够 智商也不够 在这种情况下 让赵少康来当党主席 从整一下 试试 只能看看 这还有一点希望 就像赵少康说的 什么1450啊 你有100 200 1000 2000 我有好几十万的 我有100万的 他不怕 赵少康呢 在媒体经营这几年呢 他确实积攒了一个人脉 这个人脉还是好用的 这个人脉是有 对他是有帮助的 所以从目前国民党这个 烂泥巴 扶不上墙这种状态来说 如果能请赵少康回来任国民党的党主席 重新阻隔一下这国民党 有可能和蔡格厄抗衡 除此其他人我看都不行 没有一个人能行的 就现在的国民党 烂泥巴扶不上墙 就不要再夸他了 没得可夸 他做什么大战略都没有用 所以呢 今天这个新闻 我觉得是个好事 是个新闻 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一个点 看看下一步 赵少康怎么样重回国民党 以及国民党在选党主席的时候 又玩出什么花招来 到底想干什么 那个时候我们就能看清楚了 如果赵少康不能当党主席的话 还是回到中广 继续经营那个少康战情史吧 这是第一个新闻 第二个新闻是昨天的 昨天的新闻 昨天欧老师来电话的时候 我也跟他讲了 缅甸军人把昂三素姬给抓起来了 这个理由我也看了一下 因为这个理由才让我去看 本身如果说缅甸军方抓昂三素姬 我并不奇怪 但是我想看看是为什么 因为过去缅甸 它就是一个军政府 本身是军政府 一直是由军人统治这个国家的 后来引入了一点民主的气息 在引入民主的气息的时候 昂三素姬就出现了 这样一个 因为他获了一个诺贝尔奖 那是国际社会给他的一个荣誉 是因为他被关了 被软禁了 那这次军人再次把他拿掉 理由就是选举有舞弊 由于选举有舞弊 军人那个帮派或者亲军队的那个政党 向选举委员会投诉 结果无效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采取了行动 把昂三素姬给抓起来了 一年之后 重新选举 由于缅甸这个国家呢 属于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什么分量的国家 所以在去年11月份缅甸选举的时候呢 正好跟美国大选是几乎是同时的 都在11月份 所以没有人去关注 我们也没有关注他 到现在也没有看到有关缅甸选举的整个那个过程是什么 怎么做的 怎么玩的 完全没有看到 因为没有信息透出来 这个国家呢 目前他的通讯也好 整个这个媒体通透都很原始 所以他现在把电视台一关 把网络一关 所有的信息出不来 没有 完全完全看不到 只能看到他们能放出来的信息 因此呢 目前我们也就是依据能看到的一点点的信息 就是军政府的理由就是 当时选举你有舞弊了 我们经过了努力 最后你不认可 你不理我们 所以我们把它拿下来 所以我们要求一年之内 我们重新投票 他有这么一个动作出来 判断不了他们的是与非 但是有一个能判断 就是那个地方投票也是舞弊的 我们看看这个世界上有多少投票 都打着一个民主的口号在投票 但是为什么所有地方都被质疑是舞弊呢 无论是俄罗斯 白俄罗斯 台湾 米国 现在缅甸 这些都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有人质疑舞弊 谁舞弊呢 就是这个选举委员会 这个选举委员会 其实在所有的国家 没有一家是公正的 如果它不公正 一定导致另外一方有想法 而另外一方有想法呢 你怎么办 你只能等四年之后 没有办法 他们申诉了 但是人家不理你 那最后可以啊 那我就把你拿下来 这个是一个方法 而且是一个很见效的方法 但是这个方法呢 西方社会呢 谴责 意思就是你要尊重民选的结果 谁告诉你 那是民选的结果 如果是做票 做出来的 就已经不是民选了 已经做票 就已经违反了法律了 对违反了法律的人 为什么不能制裁呢 道理很简单 你自己是怎么上去的 这个大家心里都有数 贼喊捉贼这个事情 在这个世界上太多了 你看看能说话说话的人 都是贼 贼喊捉贼 所以缅甸这个事情呢 所以缅甸这个事情 我们是看不到里边的细节 但是我们能看到的 就是选举有舞弊了 有一方不满意了 而选举委员会不予理睬 然后他们采取了 他们认为合法的程序 他们认为这个是合法的 其实法与不法 没有一个书本上的东西 有没有法 你把权力握过来 你家就是法 军人把昂三素姬拿掉了 他就是法 另外一个国家 我把你做掉了 只要我坐在宫里边了 我就是法 书本上那个法 放在那 放在那待着吧 法院有没有有 书本有没有有 不执行 那就是他们家的法 谁坐在宫里边 谁就是法 他的嘴就是法 其他的法都是扯 都是欺骗老百姓的 所以外界还批评 这个那批评 哎呀 你要按照合法程序 什么叫合法程序 他合法的申诉了 他跟选举委员会说了 你不理我呀 不理就不能干别的了嘛 因此呢 我觉得这个事情 我们也是关注一下 因为昨天晚上的新闻 新闻刚刚出来 在缅甸这个地方 这样的动作并不新鲜 也不是第一次了 但是我们在整个这个地球上 我们来看的话 就告诉我们一个结论 所有的国家 说是投票选举民主制度 其实没有一个国家 真正的点票是公正的 为什么 就是这里边有很多的后台的利益在驱动 我曾经有过一个说法 要想让一个国家的选举是公正的 整个的选举委员会 不能是这个国家的人出 全世界有一百多个国家 每一个国家都出一个人 组成一个选举委员会 你这国家选举 我们到里面去 我们来给你安排 你要想贿赂 一百多个国家 你要想把都贿赂了 可没那么简单 一个国家就出一个人 就出两个人 而且明确规定 只要发现你行贿受贿 你输 只有这样 来自于第三方的 第三国家的 外边的 绝对公正的 联合国就可以充当这个角色 但是联合国没有 如果想让这个地球公正的话 联合国可以组建这么一个选举委 任何一个国家选举就过去 你这么做 能控制联合国的人才不让你这么做呢 因为你以为那个民主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 他就会这么做 如果不这么做 自己国家 蔡格格我任命的李进勇 你来给我点票 他能公正吗 傻子也知道 二傻子也知道 这不是公正的呀 所以没有一个国家的选举投票 能做到公正 原因就在这 有利益 政党 有帮派 在后边 顶着那 有钱顶着那个地方 不是人民说让谁上 谁就上去的 人民说的话 等于没有用 由于这个事情频频发生 选举舞弊 你看看吧 从白俄罗斯到台湾 到美国 到韩国 甚至在菲律宾 现在跑到了缅甸 只要选举投票的 全都存在舞弊 那这个事情就可以说明 所有的选举都是假的 各个国家 用你的力量去控制这个选举委员会 控制那个结果 普京怎么控制的 知道了 白俄罗斯怎么控制的 台湾 菲律宾 缅甸 甚至什么伊拉克这样的地方 他们也在选举啊 但是呢 真的吗 都是民意吗 但是可能这都说 要尊重民意 其实不是尊重民意了 他们用一种他们的手法 去达到他们控制这个政府的目的 他们想让这个人当傀儡 我让这个人上去 他就假借民意 然后操纵那个选举结果 这个就是他们玩的手段 也不复杂 其实分析版也不复杂 所以缅甸这个事情呢 看吧 也许一年以后重新选举 也许永远都不是公正的 不可能公正 到现在呢 我们已经不看这个 所谓的民主社会 民主二字 不看了 看什么呢 不管你怎么窃取的政权 你能对老百姓好一点吗 这个就是我们的标准 从蔡威威来看来 蔡威威 既然做上去的 就不可能对老百姓好 所有的国家都是这样 所以今后呢 我们衡量一个社会呢 就是看 百姓的生活水平 是不是幸福指数高 如果这个幸福指数高 说明这个领导人还值得尊敬 如果这个百姓的幸福指数低 这个领导人就不用谈了 他愿意后台任命也好 愿意假借民意也好 愿意他爸爸儿子接班也好 这个东西啊 都不要去管他了 那都是他们家的事情 因为政治呢 已经不是老百姓的事情了 老百姓手里那张票 废止了一定是 毫无意义 好 今天这个话题呢 也是我们的评见 我们说的不仅的正确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